去年大甲媽繞進駐駕新港奉天宮 儘管香客雲集但疫情衝擊 店家也感受到人潮明顯少很多 但今年不一樣 家境趕工新港特產雙人潤 店家心情雀躍 因為4月12大甲媽就要駐駕新港奉天宮 我現在誇張的 我給了兩三三三 人都幾十萬人 去年我生意很差 不然是像以前的人那樣坐 回想去年6月住售大典配合防疫 取消貨外一切從檢 無論是伴手禮還是小吃攤 生意不如預期 今年幸中可能破新高 商家磨刀霍霍 這間房間好就是在 媽祖繞進的必經的附近上 整個面向這一邊的房間 瞬間就會爆滿 去年延期一度引發退訂潮 今年繞進日期一出爐 奉天宮附近飯店元宵節當天 苗搶一空 還有飯店搶搭與神同行商機 推優惠席客 只要與廟宇 以及廟宇活動合影 單人房只需要1788 一整個四月入住飯店 秀出跟廟合影照片 單人房優惠1788 還送可愛小神醫御手 另一間信眾出示證件 入住打八九折 大甲媽苦違將近一年 各家業者都要把握 難得機會準備大賺一波 記者侯國恩嘉義報導 長自給潮 大甲媽苦違約 長自來自家 大甲媽苦違約 大甲媽苦礼 大甲媽好 大甲媽開 大甲媽溜祟 麥可